妈咪为什么不高兴啊 因为你妈咪的情敌 跑去你爸爸的公司工作了 什么是情敌 情敌就是 跟你妈咪抢你爸爸的人 小宝 小宝 今天是周末 你先让妈咪带你去做点什么呢 要不我们去游乐场 去博物馆 去爸爸公司 你想爸爸了 好 我们小宝想爸爸了 那妈咪就带你去找爸爸 好不好 小宝 妈咪 漂亮吗 小宝 妈咪 漂亮吗 小宝真贵 你爸要是用你的嘴一半舔就好了 小宝真贵 你怎么能这么一切呢 你为什么来公司容易 从自己开始 我自己做的一切呢 我说你要不要 你怎么要不要 不管我 吃的 你不是没吃早饭吗 忘了告诉你 今天中午 我知道你中午赶时间吃得简单 所以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 小燕 中午还是吃三明治吧 贺总 林部长 设计师卢卡斯五分钟之后就到了 他们到了以后直接带过来就好 好的 还是吃我这个吧 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 金枪鱼三明治 金枪鱼加了料 吃吧 我记得卢卡斯最反感金枪鱼了 最好不要吃不然会留下味道 怎么办 冬姐先放下 我一会儿有个会 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可以结束 午饭还是要好好吃的 等我结束了 带你跟小宝一会儿去吃午饭 行 你们工作 你们忙 我不打扰你们了 我跟小宝去外面等你 好 走吧 小宝 注意安全啊 等一下设计师来了 我们还是先看看他的方案吧 好 先走吧 正好 刚刚我正好也没打过 陈静世 微妙设计师 跟洗手环衣的屏幕 妈咪去上个洗手间 你在这里乖乖等我 千万不要扫开 好吗 陈静世最反感金枪鱼的味道 他怎么不反感空气的味道 好 因为现在加入了很多新的工作 所以佩戴的舒适性相当重要 除此之外我认为 电池的传感器模块 以及单机模块当中的 这个低功耗优势 还需要再继续加强 如果功能现场 有一定的突破的话 我相信我们的手法 一定会有更好的能力的收益 除了电池之外 小宝 你怎么在这儿 你好 小宝 来找爸爸玩 等爸爸开完会再陪你 好吗 我去上洗手间 我去上洗手间 贺维飞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这儿 不用装了 都是女人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不过你们根本不在一个高度 勉强往上爬 没人兜着你 只会摔得更惨 摸你其妙 给我下来 怎么了 有什么话好好说吗 小宝 你告诉妈咪 为什么这么做 你这么做肯定是有理由的 对不对 她能有什么理由 他做出来这样的行为 就不能被原谅 和非我告诉你 你在家里怎么闹都可以 但这里是公司 这种行为绝对不允许 这就是你认错的态度对吧 现在给我回家 罚你三天不准吃酸奶 不准看动画片 不准打游戏 我也帮他 贺总 我知道你是老板 习惯严肃教育你的员工 但是小宝只是一个小孩子 你能不能稍微注意一下 你的说话方式 不管他是小孩子还是大人 做错了事情就必须要被教训 是 你是可以教 但是你是不是应该 先问清楚原因呢 他小孩子能有什么业练 他就是太顽皮了 你到底懂不懂怎么教小孩啊 我懂不懂怎么教小孩 你就很懂吗 就是因为你最近太惯着他 让他忘了什么叫做规矩 是 我不懂 你懂 你们懂 至少我懂得家人需要陪伴 今天是周末 你一大早就来工作 小宝说他想你了 让我带他来看你 结果你就把他一顿骂 你就是这么做下场的吗 你就觉得他 be戏了 你这如果把我带他回来 你觉得他可不得不错 你去 establish 你想要我带他 你大早就 act 你不懂得把他吃了 我慢慢就知道 你不懂 你保险他 你不要 没有